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洲首富李嘉诚大陆撤资 为何挨骂 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 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 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在我们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 节目当中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 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 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欢迎您使用 好 让我们先从美国媒体的一篇报道来谈起 纽约时报本星期发表长篇报道 点评习近平统治的核心集团 是中共统治66年来最高深莫测的团队 这不仅让外界难以了解中国的真实意图 也缺乏向中共最高层传达新生的渠道 习近平团队的高深莫测 与习近平的个性和领导风格有什么关系 习近平最信任的左臂右膀是谁 他们代表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治国思路 今天我们就来撩开这个团队的神秘面纱 盘点一下奇人奇事 好 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 跟我们点评一下 我们知道纽约时报评论习近平的核心团队的时候说 他们和从前的中共领导人的身边人很不同 变得很难以接近 那么外国官员很难跟他们说得上话 那么这种高深莫测的这种状态 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是不是与习近平的个性或者领导风格有关系呢 您的看法是什么 习近平的核心团队的这种冷卧 举人门外的这种做法 我觉得是跟他们所出的政治环境有关 折射出目前中共高层中共官场的这种紧张的气氛 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 习近平上台后 独揽大权 展现强人作风 打虎反贪 整数一己 那么使得官场人人自危 特别是他讲 他说的讲政治规矩这句话 更是成为官场的一道紧箍咒 所以各级官员 这个唯恐犯错误 不得不戒慎恐惧 如履薄冰 唯恐的话 不敢越雷池一步 所有这些情况 已经成为中共官场的一个新常态 这是和习近平独断专权的风格有关 是他一手造成的 好 听听程晓农先生的看法 胡锦涛时代 他的施政风格和习近平完全相反 胡锦涛是大权分散 自己空坐虚位 而习近平正好来个360度 180度的大转变 就是他现在是大权独揽 那么更重要的是 他把很多政治局常委的所谓集体领导班子的成员 变成了所谓的军机大臣 就是替他办事 办差的 还有一部分常委呢 现在变成坐冷板凳 那当然坐冷板凳的那个脸你是见不着了 他们自己也不敢经常露面 另外他自己的这个年轻一些的这个团队 绝大部分都是从过去的旧部里头提拔出来的人 所以你可以把它叫做太子旧党 或者是太子旧部 这样一种用人的风格表明 习近平其实对周边的人缺乏信任感 因为他是从一场激烈的这个权力斗争当中 这个才巩固了权力的 是邓小平以后从来没有过的激烈的党内高层权力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他谁都不信任 好的 那么结果呢 就是谁也不敢在说话做事方面 有一点点的所谓的这个市场空间 灰洒空间 好的 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是虚无主义 他们的统治的基本的风格就是神秘主义 怀疑一切 这个什么都不相信 历史经验教训不相信 西方国外的经验也不相信 本国人民更不能相信 最亲近的人是最不能相信的人 霍布斯和马加维迪都是军权绝对论者 都认为这个君主啊 就是不相信任何人 不要吐露真心 不要暴露自己的意图 对身边的人尤其不能相信 真正伟大的君主就是不要受人尊敬 他们需要的是人们的恐惧感 你说毛泽东的眼睛里面 刘少奇 周恩来 林彪 邓小平 每个人都是不可信任的 要不停地怀疑 要疑神疑鬼到底 要不断地换血 不是说他们的个人的性格 或者风格如此 而是只要实行独裁 实行专制集权 就必然是这种 所谓的君和臣的这种关系 当然军对臣也是 也不信任的 半军如半虎 历史上古今中外多得要命 但是他统治的 又必须要有自己死心大地的心性 要有精明能干的这种助手 才能成就大业 这是所有的独裁者的一个 难以化解的一个悖论 听听陈破坤先生的看法 习近平的核心团队中 既有新人也有旧人 新人像栗战书 刘鹤这些 旧人像王沪宁 还有杨洁篪 之所以新旧混杂 互相提防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旧人 是因为有一个政治老人的安排 习近平自己的人马也不够 不得不借助于旧人 那么新旧之间 还有一个互相提防 因为旧人生怕习近平 给他口上一个政治老人的代理人 这么一个帽子 那么新人本来就很谨慎 所以大家都变得小心翼翼 不敢随便对外说话 那么还有这里面 就跟习近平的个性 就是他强调集中领导 看重的是个人权威 而且特别的强调 这种规矩和纪律 所以周围的人都变得小心翼翼 所以使整个团队 显得莫测高深 我也没声音 好的 那么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习近平最信任的人 那么首先我们想到的 就是中办主任栗战书 那么根据 比如说纽约时报这篇报道 他认为栗战书 现在是习近平最亲近的 一个左臂右膀 那么我想听听高文青先生的看法 那么栗战书的背景 到底如何 那么他十八大以后 进入习近平的团队 而且成为他最主要的 一个顾问之一 那么他在那之后 他的重要的突出的贡献是什么 可以说栗战书 是习近平团队的灵魂人物 是习近平的头号的心腹 那么栗战书跟习近平的关系 与习近平跟王岐山的关系不一样 习王的关系两个人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合作 因为王岐山他的年龄 他出道的辈分 还有他的见识和能力都是在习近平之上 在王岐山面前 习近平只是一个小弟弟 所以王岐山 习近平对王岐山 凡事总是要让三分的 但是对栗战书则不一样 两个人都是红二代 而且在同地为官 而且两个人的话 彼此交心 意气相投 可以说是信得过的这么一个铁哥们 这个栗战书 我觉得他的为人特点 他是为人他是低调首分 而且身上也不乏正义感 那么当年他就是因为在河北当县委书记 当这个省委秘书长的时候 他很看不惯当时北霸天 程维高的这么种做法 因此被打入冷宫 在官场蹉跎多年 直到习近平接班确定之后 他才是来运转 我觉得栗战书他的问题在哪 他的问题就是 他的眼界不够开阔 知识结构很陈旧 他当年出名的就是给胡耀邦写 要高唱社会主义好 那么现在这个他已经把自己和习近平 仅仅绑在一块了 可以说的话一损俱损 那么如果政治上一旦出现风云变换的话 这个我觉得栗战书的结局 未必会比这个令计划要好 因为中共官场里面 恨习近平人太多了 好 听听陈养农先生 对于那么另一个左臂右膀 王岐山的看法 那么来跟我们点评一下 王岐山和这个令战书 我把它都看作是习近平 用人当中的另外一个特点 习近平除了用他的所谓的 之江新军 就是这个昔日的搭档太子时候的旧部以外 他还有一个就是喜欢用他熟悉的 过去的老朋友 昔日友朋 那么王岐山是他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昔日友朋 就是王岐山其实在北京 念中学时候和习近平就认识 所以到延安插队以后 他们俩还有来往 王岐山正在接待过习近平 去访问他 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们俩有一些旧交 但是现在的王岐山 是居于习近平之下 而且他是靠替习近平打硬仗 而获得了习近平的信任 但是习近平并没有用王岐山所藏 因为王岐山真正感兴趣的是 经济和金融事务 那也是他多年来积累了很多经验 但是现在他所做的事和经济决策 毫不占边 好 再听听陈伯宫先 您对于栗战书和王岐山的这个看法是什么 这个中国人虽然有很多缺点 但中国人有个优点 就是说朋友之间很讲义气 那么习近平是把王岐山和黎战书 都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 这个王岐山跟习近平历史很渊源 他们都是太子党 或者说王岐山半个太子党 都到延安查队 而且还同床而眠 抵住而卧 盖同一床被子 这种交情不前 那么后来这个栗战书也是这样 在河北两人都各当一个县委书记 栗战书当无级县委书记 习近平是镇定县委书记 但他们两个同样的遭遇是什么 就是这个栗战书跟这个省委书记 陈维高不和被整 就被迫去外省陕西贵州 后来这个习近平也与当时的省委书记 高阳不和 后来去贵州浙江 去那个福建和浙江 那么都到地方最后会合了 那么可以说 但这两个人最后会合了 我觉得习近平非常幸运 首先习近平王岐山搭档就是幸运 可以说他们一生都等着这一天 一起共事在最高权力 因为王岐山这个人非常的聪明 那个机智风趣幽默 而且能言善变 这个能力非常强 而且强有改革思维 王岐山政治老人对他很防范 王岐山入场可以说是当不住了 年龄到了 资历到了 但是让他当什么 政治老人费乐凡功夫 他本来是可以当总理的 但是因为总理人选已经 胡江两派协商好是李克强 如果他当第一副总理管经济 那么就把李克强显得就比下去了 他懂经济 那么如果他当人大委员长会政协主席 那么怕他有独立之心 独立一套 最后就给他一个闲拆 中纪委书记 因为中纪委书记历史上是闲拆 并不当真 结果没想到王岐山当真了 把中纪委这个武器就用了起来 刚好符合习近平的巩固权力的意图 说这对习近平和王岐山都是一个幸运 另外栗战书跟习近平也是一个幸运 因为栗战书虽然受到各种排挤打压 最后他是这个大气晚成高龄 他62岁当重办主人 在以前的重办主人 这个年龄都已经退休了 结果他如果当10年就72岁了 当5年67岁 但是栗战书近来对习近平是忠心耿耿 真正的左傍右臂就是王岐山栗战书 而栗战书在19大极可能如常 这样子到了19大之后 栗战书可能取代王岐山的位置 那么习近平可以继续获得一个有力的支撑 好的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红人 就是纽约时报点评 就是和习近平同属于红二代 和太子党的刘元 刘少奇之子刘元 那么刘元一直我们都知道 是支持习近平军中反腐 他和习近平的关系 现在看来就是据外界 比如说纽约时报这样的评论 是认为他们很近 但是我们知道刘元以前 跟薄熙来的关系好像也非同一般 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他和习近平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 刘元谁都知道是刘少奇的儿子 他的青年时代 在1966年6月18号 曾经把一篇文章叫反对白砖道路 投到人民日报发表 后来又参加了毛泽东思想西城纠察队 北京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些老红卫兵的底细了 但是据说他后来在1989年 他又在天安门和东南海一带 劝阻这些学生们怎么样 而且反对这个六四镇压 但是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 这个何家仲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领寻人物 我跟他也是忘年交 何家仲告诉我 他跟刘元保持了几十年的这个忘年交的友谊 他跟刘元共同发表了 关于刘少奇和毛泽东的若干篇的文章 但是刘元后来在张牧生的那篇 传得久远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的序言当中 让人很惊讶 他是公开的鼓吹战争 鼓吹征服 鼓吹军人 明确的 狂热的反对西方价值 反对自由 民主 人权 所有这些现代性的价值 但从此 刘元又是薄熙来的 不是一般的关系 据我所知 他跟薄熙来私下见面起码五六次之多 说了什么 那只有天明白 所以他跟薄熙来的关系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澄清 也没有谁去把他抖理一番 所以这个刘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 应该说是非常有个性 很有脾气 甚至有想法的人 所以要驾驭这种人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说一下王岐山 王岐山曾经是走向未来的一个编委之一 走向未来的 从述 当时对中国影响非常大 对对对 非常大 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在里面 他居然后来没有受影响 后来又跟什么 翁永熙 朱家明 黄江南 被称为改革的四君子 六四之后 他那些全部出绝了 逃亡的死亡的很多 只有王岐山是金云之上 可见他有整个一套 自我保护和上身的这么一套本领 因为他去今年的 那个日本的福山的几个学者的谈话 我实在不敢恭维 那个云里物里的那一套东西 除了谈什么文化 谈历史 他既无心 他也不能驾驭 这一套是典型的毛泽东的做法 就是说话根本不让对方去明白 他说什么意思 让你去辨析 让你去猜测 这一套就是传统的 就是高僧莫测的极权主义的做法 他跟习近平曾经一个被窝 但是别忘了 林彪是守灰保守不离守 口呼万岁不离口的人 刘少奇是毛泽东思想的 这个所谓的万岁的始作俑者 他们的结局如何 人人都很知道 好的 我想听听高文基先生 对于刘源的这个评论 我觉得刘源他是太子党里面有报复的人 当年就是他跟习近平两个人 从上面不在中央机关 不给首长去当秘书去 主动下到下面 所以这个人是很有报复的人 而且刘源这个人的话 很有个性 刚才王康先生已经讲了 跟习近平比较起来 他更有胆利 是他揭开了古俊山的这么一个黑幕 后面直射这个郭伯雄和徐彩后 而相对讲习近平就是表现平庸 他在上位的过程中 没有任何意见值得 可以值得别人这什么的 而且的话 刘源跟这个 刘源他的年龄的话 他是比 他可以说是习近平的大哥哥 他的话能力和见识 胆略都在习近平之上 那么刚才说 如果说习近平跟薄熙来 有余量的这种情节在里面 那么我觉得习近平和刘源 也未必没有这种情节 他们现在政策上的合作 我觉得是一种暂时的结盟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好 再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我对刘源知道的信息 可能另外多一些 那就是我们现在不能光看 他在反腐当中帮了习近平一把 大家还要关注一点 他是怎么再跟踪 因为在中共红二代当中 最早得到提拔的不是习近平 而是刘源 他最早还在习近平当县太爷的时候 他已经快爬到副省长的位置了 就是说如果红二代当中 有谁可以在高位上接班进常委 最早有希望的是刘源 但是刘源栽了 他被从河南省副省长的位置 扁到了武警水电支队 为什么 因为刘源的人品极差 他在河南省副省长任上 有一个外号叫花花太岁 他和许多河南省政府的女干部 有各种各样的暧昧关系 并且把这些有暧昧关系的女干部 都提拔成了处级干部 在河南省政府 是在干部当中有很大的怨气 这种发展群带关系 搞暧昧政治 暧昧的情色关系的家伙 最后在河南省政府 以及在国务院的 还有中央组织部的干部 培养名单上 给刘源打了个大大的黑叉 这是他为什么栽下去的原因 好的 有了这笔记录 刘源这辈子 应该讲是爬不上去 好的 我们再来看看 总理李克强和习近平的关系 我们知道 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 大家外界对于李克强 和习近平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的 都还有很多问题 就是说 习近平对于李克强 到底是排斥呢 还是重用呢 上任以来两个人搭档的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默契 那么我想听听陈默宫先生的看法 这个李克强跟习近平的关系 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他们是竞争者 应该是说有心结 因为当时胡锦涛这一派 要推李克强当接班人 而江泽民那一派 要推习近平 所以显然这两人是竞争对手 所以彼此就留下了 这个余量情结或者心结 那么后来 到了第二阶段 就十八大 那么这个座位都排定了 大家在长文中的分工 已经确定了 这个时候 李克强是人形单影子 团派崩溃 那么汪洋和李源潮 被阻止如常 那么李克强成了 唯一如常的 这个硕果仅存的团派人物 那个时候他显然很孤立 所以习近平根本就看不上他 不把他当一回事 那个时候第二阶段 就是排斥他 边缘化他 把他当成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 而习近平大权独揽 那么到第三个阶段 现在呢 就是说习近平跟李克强 又不得不合作 因为习近平和王岐山 要反腐 要对付江派 要巩固权位 他必须拉李克强 因为政治局常委 另外四个都是江派的人 那么有望 那个余正生 可以说半个太子党 那么在这个斗争 他必须拉李克强 而李克强也没有办法 李克强团派跟江派 可能就是对立的 他不可能跟江派有什么合作 所以李克强为了站稳脚跟 他也只能跟习后王去合作 所以这样习往里 就形成了一个铁三角 说到目前的阶段 李克强跟习近平 可以说构成了一个默契 就是习为主 李为辅为次 那么这个默契已经形成 好 听听高文金先生看法 对这个问题 李克强的地位 我的看法跟破空 有些不一样了 那么这个实际上 应该习李是一个搭档关系了 这个是中共十八大确立的 这么一个权力格局 但是现在人们看到的话 只是习近平独揽大权 而看到的是李克强的一位退让 完全被架空 那么的话这种情况 实际上就是习近平 实际上他已经用小组掌治国 已经把这个李克强的位置 给 分量已经给架空了 李克强不用 刚才破空说 这个 现在是习王李铁三角 我看可以说是习王 二人转 李克强是在圈外 李克强 我觉得他实际权力 不用说 我不要说跟这个王岐山比 就是跟这个 这个李战书也没干比 而且他实际上是被这个 刘鹤呢 那给架空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通过这次大阅兵 和这个就是前 前天的这国庆招待会 这种情况呢 正在起变化 好的 确实是刚才高文年提到 我们知道纽约时报 这篇报道也提到 就是经济政策 实际上是习近平在拍板 而他的主要顾问呢 是王沪宁和刘鹤 那么王沪宁被称为辅佐 三任总书记的三朝元老 那么我想听听 王康先生 您的看法 对于王沪宁和刘鹤 他们分别的背景 或者是 王沪宁似乎是现在 这个中共改革开放以来 最典型的一个 所谓的智囊人物 那么他的政治上的发迹 据我所知是在1986年的 在复旦学报上 有一篇文章 叫做 《现代化竞争中政治领导的方式的探索 他主张集权 反对分权 反对民主 反对多元化 这篇文章后来 大概被曾庆红看好 推荐给江泽民 从此这位王沪宁就官运横通了 这时我想到了另外一个 一个德国人 就是卡尔斯比特 在国内非常热的 他曾经把希特勒的 国家社会主义 发展成纳粹的一种法学 法哲学和政治哲学 总结了整个第三帝国的 在政治法律上的这些精粹 他就主张援手 有权大权独揽 有权强化和巩固 在法律秩序中的国家主义 和个人独裁 其实这个王沪宁做的事情 是同样性质的事情 至于什么三个代表 是不是他提出了三个代表 四个代表或者八个代表 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里面 有巨大的红利的时候 要扩张和夯实质疑的统治基础 的需要所在 这个王沪宁的政治哲学 或者他的价值观 就是国家主义和个人独裁 这是使他变为三朝 所谓的不老的一个元老的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但是这种人恐怕也得 也得自己要提防一下 当然他肯定在永远提防 这种人在中国党史里面 在毛泽东时代 在郑小平时代 就是这种出主意 出思路 出什么点子的人 常常没有好过 这是我个人对他毫不好感 我觉得不应该把他看成知识分子 好 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除了王沪宁以外 还有一个刘鹤 也就是现在被认为 是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 那么对他的背景 您也有什么了解 我和刘鹤在中国人民大学 一共同校七年 从本课到研究生 所以我们彼此是我了解他一些 刘鹤是一个好学生 但是他也更多的是一个 很乖巧的技术官僚 但是他不是一个学者 因为在经济界思想最活跃的八十年代 我和刘鹤几乎是同时离开校门 然后走向经济研究的 但是据我当时的观察 我也曾经多次和刘鹤同时 在国家纪委的各种会议上开会 那么他一般都是坐在会议室 最后一排靠墙坐着 从来不发言 我没有办法了解他还有什么想法 所以客观地讲 就是在中国经济学最活跃的八十年代 刘鹤虽然也上了七年书 但是他并没有发表过任何 让大家有印象的东西 可以讲没有建树 从这个角度讲 他作为智囊 并不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尊重的角色 好 陈伯公先生您对于刘鹤和王沪宁 您有什么简短一些 对 我先讲刘鹤 刘鹤起草了一个十八届三中全会的 一个改革方案 深化改革 那么受到毛主派的猛攻 这个改革方案叫383 说三条改革思路 还有三维一体的改革思路 八个重点改革领域 还有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 这个毛主派就攻击他了 说是美国大洋人 说是美国宰杀中国的完整路线图 而且说要揪出刘鹤 这个挽救中华民族 说得很严重 但实际上这个改革 对于自由派看来 连政改革都没有 谈不上真正的改革 但是毛主派这么围攻他 因为他的地位 说明他在习近平内部 算一个改革 他现在是习近平的 财经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 那么习近平认为 对他是很重要的 这是一个角色 另外就是王沪宁 王沪宁其实一个上书派 我们看到王沪宁 王岐山 这个栗战书都是上书派 就通过上书 得到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王沪宁早年的文章 受到了吴邦国和曾庆红的青睐 后来这个江泽民看中 提报他写三个代表 进了后来中央 那么这个王岐山 早年也是上书 要改革四君子 上书叫他的岳父 姚依林转成云 后来这四个人得了重用 那么这个栗战书 当年也是上书 给胡耀邦说 要高唱社会主义好 上书派有个特点 就是都很有想法 有思想 但上书派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都是想当官 有志于官场 都瞄准体制内 就是符合传统中国知识分子 学而优则是 这种传统想法 那么那个黄沪宁 有一个他的思维的关键是什么 他比如去美国只半年 他看到他有个体制关系 权力交接很重要 保持一个权力的秩序 这个对后来中共影响很大 然后他美国只在半年就回去了 在日本他为了 嫌那个表格很繁琐 他就不去 这显示他有自我中心主义 有点傲慢 那么他的自我中心 影响了中国中心主义 那么他提出了集中领导 有利于经济发展 他比较了很多模式 他认为集中领导 有利于发展经济 但是他没有比较西方模式 西方模式恰恰是 分散了民主的方式 让经济发展 他比较了只是新加坡 日本和韩国这个模式 但他最后还是提出一句 就是说到了一定时候 矛盾爆发 还是要政治改革 所以说王沪宁具有两面性 好 我想最后我们再请几位 简单评论一些问题 那么首先请王康先生 我们知道现在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习近平现在打虎 陷于停滞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他自己人马不够 那么难以填补 这个打下去的官员的 这个空缺 那么您是不是赞成这种看法 您觉得习近平人手不够 是不是他面临的一个困境 恐怕我们没必要为 习近平抄这份心 当年斯大林在清洗 所谓的老布尔索维克时候 有人就担心 你把这些老革命 全部打下去之后 这些位置谁呢 填上了 斯大林说 我们苏联我们有成千上万的 急于建功立业的 工农青年布尔索维克 我们哪里就没有人了 果然后来 什么布尔加林 马林科夫 弗洛西诺夫 这些全是在 打36年 37年38年 把老布尔索维克 打下去之后 填上来的 这些所谓的青年布尔索维克 斯大林 把他的所有的政绩 全部打下去 也就三年 也就三年时间 毛泽东也反复说过 共产党要不停地土固 那心 要保持这个仇的青春活力 我至少我这个完全掌握的人士 也不了解中国内幕的人 我没有必要为习近平打下一击人之后 还去 是不是人马不够 我超得很闲心 好 我想最后请陈锋先生 很简短地评论一下 我们知道现在外媒有很多的说法 就是说习近平要组建自己的所谓习家军 或者有一个说法叫枝江新军的说法 那么这个说法缘合而来 到底是指的是什么 请你很快地跟我们评论一下 没错 习近平常常在地方执政 他现在是大量提拔 他曾经组政过的福建 浙江 上海这些人马 还包括一些陕西的旧部 那么这些人马 有些人进入了中央决策层 比如说有的在国安部 有的在中宣部 有的在经济体 所谓的各种小组里面 另外地方上也有他的人马 像贵州省委书记陈尔敏 还有吉林省委书记巴英鲁朝 这些都在他的上位过程中 但他的人马仍然嫌不够 我想他组建习家军 枝江新军的过程 他主要是防范政治老人 因为他是在习取胡锦涛的教训 就政令出不了中南海 他就觉得他必须有自己的人马 用老人马是被迫而已 但他尽量把他们边缘化 像另外四个常委 在他以小组自国的名义下 就被他扰开了 所以另外的七大常委中的四大常委 在形式上被边缘化 当然那四大常委不认为自己被边缘化 而习近平来说 当务之急使把他的枝江新军 习家军提拔到中央一级 还不是地方一级 我想在最近两三年很难实现 到了十九大 如果他平顺的话 有可能实现 也就是说习近平真正掌握 大权在握是十九大 好的 习近平的这核心团队 我们今天就点评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 李嘉诚从大陆撤资 该不该挨骂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战转 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是值得故意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 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吃起来 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中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枪主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10月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星 中国拥有官方背景的 疗忘智库长文 别让李嘉诚跑了 所引发的争议持续发酵 本星期呢 官媒和李嘉诚都加入舆论交火 别文批评李嘉诚多年来 在中国通过权力关系和特殊待遇 大举捞金 但经济不景气 就弃船而逃 不够道义 近日李嘉诚打破长久沉默 回应此文 文理扭曲令人不寒而栗 环球时报迅速回应 表示李嘉诚应该适应大陆舆 对他的去神话 而此前人民日报公众微信号 也对李嘉诚发出 与其挽留不如目送之语 意味深长 那么李嘉诚离开 反映了中国的什么政治和经济现实 大陆撤资李嘉诚并非第一人 为何他首当其冲受到攻击 这种别让李嘉诚跑了的声音 发出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那么首先我们请陈晓农先生来点评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官方新华社 亮望智库发表这个文章呢 就说到这个李嘉诚现在离开 中国经济不仅其他要离开 引起非常大的争议 你觉得这篇文章的要点是什么 为什么引起很大的争议 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篇文章的重要性 不在于李嘉诚本身的故事 李嘉诚故事的重要性在于 它背后各界的反应 因为《辽望之谷》这篇文章 其实它是点出了一个现实 让朝野都感到有危机感的现实 那就是中国经济在滑坡 有危机感 然后这个李嘉诚开溜了 但更重要的信号就是开溜这两个字 因为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关注了问题 但是关注这一点不仅仅是企业家 还有很多中产阶层和老百姓 那么《人民日报》发了那篇文章 说是要目送李嘉诚撤资 这是故作大方 其实它的目标是要想办法淡化和消除 《辽望之谷》这篇文章引起的恐惧感 所以政府一方面是故作大方 说我们目送李嘉诚走 另一方面政府其实此时此刻 正在中国全方位的收紧外汇控制 比方讲今天央行副行长 一刚刚提出来 马上要准备对外汇交易收税 也就是说要进一步卡紧 用人民币换外汇的做法 也就是说官方非常害怕 经济衰退带来各界 把资本往外转移的风潮 想要把这个风潮给捂下去 好的 王开仙 您觉得李嘉诚这个文章引起的争议 焦点是在什么地方 文章是小人物写的 但是文章的意义可不小 我认同当上高文谦先生 那个那个沈小龙先生所说的 这个不在于李嘉诚本人 这个释放了一个应该是很明显的 很重大的一个信号 就是以习近平为首的 现在中共中央的新的当局 在什么反弹 清党 强军的这些下面 又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动作 也许是我在耳下猜的 就是要打击豪强 或者叫平移豪强 这个背景当然就是 北京的权贵集团 和香港的富豪这个集团的 权力和金权的联盟关系 已经难以为期了 那么中国的政治的乱象 和经济的危机 肯定要找个替对羊 那么最好的就是这些 为富不仁的资本家 大资本家 香港的大资本家 李嘉诚当然就首当其冲了 那么这个信号如果是属实的话 那么下一阶段 香港也好 有些大陆也好 这些资本家 那肯定会处于 惶惶不可终止的状态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 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就会唤起中国的 社会的尤其是底层民众的 几千年以来所培植起来的 打土豪分田地 只换穷而不 不换穷而换不均等 那一套传统的那套 所谓的思想 这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 好 听听高文今天是看法 我们知道李嘉诚 是一个指标线的人物 可以说是在 中大陆香港经济关系 经济联系方面 是一个指标线的人物 那么他现在挨打 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您对李嘉诚的独特的地位 您是怎么看的 李嘉诚是一个红顶商人 他可以说是香港商界的人中之龙 人称李超人 他对政治嗅觉非常敏感 他自己曾经说 他对政治更感兴趣 如果他没经商的话 所以说与其说他是一个经济动物 不如说他是一个政治动物 当年六四镇压的时候 之后的话 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制裁 是李嘉诚跟霍英东两个人 率先向中国大陆来投资 因此的话带动了港资也好 台资也好 这样子打破了国际的封锁 因此中国官方的时候说他是 爱国爱港的楷模 现在这位爱国爱港的楷模 现在发现这形势不对 一个是经济全面下滑 再一个的话 政治上的风向也不对了 其实习近平执政后越来越左 而且是现在最近又重提共产主义 所以这些情况下 他这位楷模 爱国楷模成了跑路党的带头大哥了 而且他这个示范 官方最担心的是担心他的这种示范效应 因为的话 现在实际上维持共产党集权制度的生命线 是这些年来积累的 通过降低人权 破坏环境积累的外汇储备 现在就担心的话 去冲击这条生命线 因此的话 这个现在是李嘉诚的话 跑的时候 他为什么他要说 我刚才我还同意 这个刚才王康讲的那个 就这两篇文章 实际上都是代表着官方的声音 不过是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那么的话 这核心问题 就是说既要去来清算它 敲打别人 这个杀于精百 同时又要不要引起更大的慌恐 这个恰恰是中国官方的这么一个困境 好的 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文章 就是说别让李嘉诚跑了这篇文章 标题很吓人 但是内容其实很实在 我觉得这个文章写得很好 他表面上在责备李嘉诚 实际上在批判中国的这种经济模式 权力经济 权贵资本主义 那么他其中说到 说李嘉诚发迹 那么是他的 比如说中国经营的地产 港口 就是最不市场化的领域 是靠权力拿到的 那么他现在要走了 去谈市场经济 这种双重标准 我觉得这个话说得有道理 实际上这个文章还抨击 就是说这个香港治理模式 是一种精英治国 把精英治国的模式 从内地搬到香港 所以这个文章的批评性很大 而批评整个体制 那么李嘉诚 我觉得这个文章中 还有一句话暗示 他说一朝天子 一朝商友 那么暗示 这个由于北京权力交接之后 李嘉诚已经在失事 因为李嘉诚 过去是跟邓小平关系很好 邓小平最早对他有加持 那么后来是江泽民 对他很有加持 据说李嘉跟江泽民家族 这个关系匪浅 但是到胡锦涛上来之后 对李嘉诚相对就疏远了 到了习近平 习近平到现在为止 跟李嘉诚一次没有见过 那么习近平出访 还带于什么 有时候带董建华什么 跟李嘉诚是毫无关系 那么我们看到 现在真的中国商人 以巨富不得不跟权贵有关系 你比如马云 马云这个阿里巴巴 他里面的股东 几乎跟大部分的政治局常委 或者退休的政治局常委有关系 他们的家属 他们的子女 那么王健林跟习近平家族 有紧密的政商关系 所以李嘉诚在这样的情况下 跟胡锦涛也疏远了 跟习近平也没关系了 他觉得他在中国也该走路了 所以这背后是暗藏了 反射了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 好 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们知道这篇文章 出来以后引起很大的争议 那么相当长远的时间 李嘉诚是保持沉默 但是就在这两天 他作出回应 他说这篇文章的体现 是一种好像是一种 让人不寒而栗的 这种文革式的这种思维 而且他拒绝承认自己在撤资 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首先李嘉诚究竟有没有撤资 第二 你对他的这种 所谓文革式思维的这种批评 你的看法是什么 李嘉诚撤资并不是新闻 在过去几年中 他一直在卖出他的中国的资产 从北京卖到上海 那么过去几年 从来李嘉诚的撤资没有引起反弹 但是今年突然引起反弹了 反弹的原因不在李嘉诚 而在于中国社会 也就是李嘉诚闻到了一点味儿 但是他可能看不透 就是中国今天的社会 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这个重大变化就是 中国的城市社会 现在实际上已经分成了 自然地分成了两个族群 一个叫出走族 一个叫做留守族 出走族指的是那些 已经拿到了外国绿卡 或者外国护照的 还有就是那些千方百计 想把子女送出去的 他们都是指望着将来 如果中国局势不稳 就可以留之乎野的 那么剩下的绝大多数老百姓 都是留守族 而出走族和留守族 关心的东西正好相反 出走族关心的是 怎么样把他们的大笔资产 转移到海外去 让他们在海外过余生 而留守族关心的是 你们把钱转到了 我们靠什么活着 所以罗天昊这篇 就是《聊王之库》这篇文章 反映的其实是留守族的心声 用文革式语言也好 用什么语言也好 不重要 但是这个心声是现实的存在 就是说今天的中国 这个社会的对立 在利益上的直接对立 已经表面化了 在资本外逃问题上 中国的要出走的族群 和要留守的族群 利益是完全尖锐对立的 好的 好 我想听听 王科先生对于 李嘉诚对于这篇文章的批评 说他体现了暗示 他体现一种文革式的思维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还有这种文革式的思维 如果存在 会不会成为官方的一种武器 来打一架 就是您刚才说的富豪的一种武器 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李嘉诚是肺腑之眼 我认为他真有理由 为自己感到担忧 感到所谓的忧心如粉 那么他这么一个87岁的 这么一个红顶商人 他应该心里很明白 他多年以来享受北京 给他的一种特权 甚至有些豁免权 那么他才有今天的 这个好日子可过 那么习近平上台三年以来 他也很清楚 这些刚才高文谦说得很好 中国的商人都是一些政治动物 他们的政治的敏感程度 不压于一些官员 更远远超过我们这些 所谓的这些书生们 那么李嘉诚是在香港 身居香港对大陆的 对海外的 对东南亚的局势 肯定比我们更清楚得很 他他于一很判断 那么这个好日子肯定已经过去了 那么就应该撤资 另外就是他的这个 所谓文革的思维来对付他 他也多多少少也有点借口 这个文革是最好的一个说法 你们搞文革了 那我们还发什么财 还投什么资要走 但是如果真正中国 真正的搞文革了 不是没有可能了 很多学生早就发现这一条了 只不过这个历史不是简单的重演 真正搞文革了 要打负寄贫了 这是最符合中国人的心声的 这么一条李嘉诚可能是 那不是撤资 那只能臣服服于海 那只能在海外 真正去做运功了 还有一点 我觉得这个不完全是 那个什么撤走的一族 和留下的一族的区别 留下中国人民 对于大部分只能留下来 这个根本东西是现在的 刚才我已经说过 北京的权贵集团 和香港的这些富豪集团的 这种美梦 这种联盟关系 政治联盟 难以为继了 所以必须把你们抛出来 北京权贵不能把自己抛出来 对 我想听听高分千任的看法 我们知道 看我看一些网上的评论文章 一般说来对李嘉诚事件的反应有两极 一种是认为是李嘉诚在中国 通过权力关系大发 其财大局捞金 那么他应该对中国的社会 做出更多的回馈 比如说在社保 教育方面有更多的投资 另外一种看法 觉得资本家 本来就是逐利而动 那么他有权利 来享有这个来去自由 那么我想听听高分千任 您觉得这两种看法 在民间都存在 哪种你觉得更有道理 我觉得的话 这个李嘉诚 我先说一下 就是李嘉诚刚才说了 他帮了中共一把 而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赚得盆满钵满 因此的话 现在把李嘉诚给提出来 要求他回报社会 要给他提更多的要求 也是释出有因 但是实际上提供公共服务 应该是中国政府的 这么一个责任 分内的事情 你现在让李嘉诚这种企业 这种商人 这种资本家 来做月祖代包 来做政府做的事情 那政府是干什么吃的 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讲 我不同意 就是说李嘉诚的话 应该回报社会 真正应该提供公共服务的 是中国政府 而不是地下城 他们可以做这些事情 那是善事 但是不是他们的责任 我觉得首先先明白 先明确这一点 第二的话 现在中国政府的话 现在的话 我觉得罗天昊这篇文章 后来我专门到网上去看看 这个人的话 提出的问题 就是等于是客观上 反映了中国社会 一部分人的这种不满 但是这个人的立场 这逻辑都非常混乱 一会儿说这个 一会儿说那个 那么的话 他实际上本质上 他还是要替官方来讲话 但是他无心中的话 说漏了嘴 说出了几大中国官方的 挑动中国政府社会 最敏感的痛点 其中第一 就是中国现在 已经遭遇了经济危机 其二的话 现在是要对富豪 隐含着要清算 其三的话 就是说这个发财本身 是官商的勾结 其四是中国 在香港 不是依靠声斗小民 而是依靠这些爱国的华商 所以这一切 等于是接了共产党的底 叫所有人十分难堪 所以共产党也不好去直接去 拨这个罗天号 只好用另一种声音 来的话安抚 来那个补台 我是这么来看的 我想听听陈伯工先生的看法 其实我们知道 确实在民间也有另外一种看法 就是说呢 说这个李嘉诚 并非这个官商勾结 或者官商利益的这个 这个第一人 那么实际上 从中国的这个现实来讲 这个中国的商人 都有这个官商勾结 这种原罪 那么如果是要像追李嘉诚这样 追所有的官商 或者是商人的话 那么对于中国的经济非常不利 也就是说会形成一种 让资本家闻风丧胆的 这种社会风气 或者政治氛围 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共呢 对资本家本来就是利用 他并不打算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 因为尽管有市场经济的口号 就像中共并不打算建立真正的民主一样 尽管有民主的口号 所以中共所要打造的是一个权力经济 是权威资本主义 那么李嘉诚呢 我觉得他很幸运 他幸运在他是港商 而不是这个内地商人 他如果是内地商人 像他现在这个情况就被整肃了 很容易整肃 什么周永康一倒 刘翰就倒 这个薄熙来一倒 徐明就倒 那么这些人都是锒铛入狱 家产这个禁收 这个从一个亿万富豪 变成那个一文不明 那么李嘉诚很幸运 就是他是港商 他可以这个抽身而走 那么现在习近平政权表达 对他的不满在于 就现在宏观形势是 中国宏观经济不景气 那么港资 台资 外资都在抽走 在过去五个季度 就抽走了外资 5200亿美金 那么相当于 2011年近来的外资的总数 那么今年的第二季度 又去掉了 1420亿的美金外资 所以李嘉诚这个抽走资金 他最近几年抽走了千亿资金 而且把注册地都变到了 像欧洲那些地方 他是为了给长子 说是李泽聚接班 一个交代 他觉得把他的注册放在中国 是不安全的 放在外国才安全 所以这个就动摇了 等于说中国政府的信心 动摇了广大的港商 台商 外商 对中国政府的信心 而中国政府正在讲 这个理论自信 道度自信 这个所谓 这个种种自信的时候 却有人来动摇他的自信 正在讲这个中国经济 如果好的是有人来动摇他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不满 但是我觉得李嘉诚 在这种情况下 他恐怕还是 失之到36级 走为上级 中国不是久留置计 而且很多商人 对他 跟他都有同感 王柯先生 我们知道 别让李嘉诚 跑了这个文章 在民间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那么很多人也认为 是一种 怎么说呢 对于官商勾结 对于这种 权钱交易的一种反感 那么很多是一种弱势群体 就是他上不了车的 这些被落下的 弱势群体的一种新生 那么您怎么看 这种看法 其实这些资本家 他无论如何的回馈社会 他的本质上 在共产党的概念里面 都是剥削阶级 都是反动阶级 如果不谈改革开放 如果要重新 要谈共产主义 他们都是打倒对象 都是斗争的对象 这个邵逸夫在大陆 修了无数的一幅楼 如果中国的政治局面 陡然改变的话 这些一幅楼 一天之内 改成什么红光楼 解放楼 人民楼 我们都不会奇怪 当年文革发生的时候 出息的时候 邓小平给重庆 劳动人民文化工 和重庆日报提的词 一夜之间全部取缔 全部铲除掉 那你这个李嘉诚算 算什么呀 另外就是资本家的表现 资本家的政治表现 社会活动 其实一点价值都没有 当年的这个民生公司 老总录作福 对中国抗战 做出巨大的贡献 50年拼命地率领 18条轮船回到大陆来 那是巨大的有功之成了 那如果他在香港 那么传往就不是包玉刚 而是卢作福了 结果两年不到 又在三反五反运动里边 卢作福先生就只有死路一条 被逼自杀 这种教训李嘉诚 李嘉诚先生应该是有所记忆的 至于老百姓 中国老百姓很可悖的一点 就只知道打富济贫 打出好分田地 从来没有强烈的要求一个 把权力和金钱 都关进农子里面的 一个现代的一个民主的制度 好 陈晓农先生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 李嘉诚撤资呢 跟中国的经济不景气有关系 那么也有外界的一些评论认为 李嘉诚撤资呢 其实他只是一个大 刚才陈破宏先生提到一点 撤资这个大流的一股 那么这个跟中国 习近平上任以来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 对于经济的收紧 尤其是对于私营企业的收紧 这个大的气氛 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造成这个外资 大量撤走的这个原因 除了经济放慢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什么 比如政治方面的原因 或者是说经济政策方面的原因 其实我觉得经济政策 和政治收紧 都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 这个外资在中国的经营环境 发生重大变化 主要也就是说 外商在中国赚不着钱了 外商大量撤资 并不是今年 中国媒体大量报道 外商撤资 也有三四年历史 如果翻阅一下 外商大量撤离 这样的标题 那网上几年前 就有大量的报道 广东 在特别是珠江三角洲 现在的台资 已经撤走了三分之一 港资撤走了三分之二 这都是已经完成了一两年的事 也就是说实际上 大部分外商撤离 主要原因是中国随着 这个炒作土地 炒作房地产 把整个劳动力的成本 不断的抬高 抬高到这些企业 用劳动密集性工业 在中国赚钱已经无力可图 他们只能处走 是中国的这个畸形的经济结构 和经济政策长期造成的 那么李嘉诚是搞房地产的 本来他可以不撤 但是他也看到 整个经济情况不好 房地产价格在逐渐的下跌 所以对他来讲 也是前景暗淡 所以从纯旧商严商的角度来讲 撤资是李左当然 想撤得起也多得去了 现在问题是 在这个大政治环境下 很少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 刚才王康先生提到一句 打土豪分田地 其实打土豪分田地 就是中国共产党 自己强调它立法性的来源 那么这种长期的洗脑教育 在年轻一代当中 也是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 那就是一谈到这个革命 一谈到解决问题 年轻一代 很脑子里很多人想到的 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他们想象中的所谓革命 不是民主 不是民主化 而是打土豪分田地式的暴力革命 那么很显然 越是当局越强调共产主义 中国的这些有钱的 包括这个红二代们 有香港身份证或者外国护照的 这个再加上中国大批的 大房产主和资本家 其实不是现任党政官员 就是原任党政官员 或者他们的亲属 真正的私有企业主 只是其中国现在富人当中的一小部分 真正要革命 要打土豪分田地 对象可能是谁 习近平应该心里很清楚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基础 这批党政精英和他们的亲属 所以我觉得共产党现在提出共产主义 真的是很奇怪 再提下去的话 如果共产主义革命真的爆发了 那他要革命的对象 不是共产党本身吗 好的 好 最后还有三分钟之前 我想请另外三位嘉宾 每个人在点评一分钟 我想听听高温今天就李嘉诚这个争议 还有一些什么要发表的评论 刚才说到这个共产党的这个 就是说别让李嘉诚跑了 这个东西为什么以尼斯玛反响呢 实际上它是 有人说它是高级黑 其中高级黑不仅仅是这个 就是官商勾结了 实际上也揭露了共产党 这个打土豪分田地这个本性 这一点的话呢 是叫人非常的 就是用李嘉诚的话 叫叫不寒而栗了 那么恰恰正好叫时候呢 习近平又重提共产主义 这让人想起来 50年代的一化三改 文革中的隔资主义尾巴 你像任何人的钱 身家性命 谁在这里面都什么 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 网友调侃说呢 叫做共产主义还没来 李嘉诚已经跑了 还有的说的话呢 与其相信习近平的嘴 不如相信李嘉诚的腿 好 陈伯公先生 最后请您点评一下 对 这个 现在外市大量撤资 包括李嘉诚和港商大量撤资 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成本增高了 是一个自然过程 中国宏观经济狭坡了 而且还重要的是 中国政府的政策 他要自己负责 因为这个政策 它现在是扶持和庇护国营企业 而国营企业掌握在红二代手中 它的大量的政策 是倾斜于国营企业 这样的话外商已经感觉到 这个危机深重 你比如说外商现在动则要求 不仅那个关税壁垒 对外商加的收税高 而且限制他们进入各种领域 有准入的领域 最重要的是 他们要求外商里边 港商里面成立党支部 还要求外商交出 他们的电脑系统中的原代码 也就是说彻底掌控这些企业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这些政策可以说是吓到了港商 台商和外商 所以这种撤资大炒 我想会继续的汹涌澎湃 刚才您提到 我还想补充一点 现在还有一个新的规定 最近也是发出文件 希望私营企业 投资国营企业 就是把私营企业的钱 放了国营企业 这点也是让一些 很多私营企业 感到紧张的一点 好 最后我再请王康先生 还有45秒钟的时间 请您点评一下 对于这个李嘉诚的时间 中国这个社会 老是一治一乱 所谓的朝代更迭 每一个盛世 智世 都会产生一代权贵 也会产生一代豪强 豪门 又很有钱的人 但是你比如三国时代 这个所谓的 王导和县安的两大豪族 这个富甲天下 他们的豪宅 无限的豪华 但是一旦一个豪景之乱 他就鸡飞蛋打 所以刘玉璇 1200年先写那个 乌一项的那首诗 就是王谢唐强宴 唐强宴 飞入寻常百姓家 一切都从头开始 只要中国不建立一个 现代性的 一个民主限制的国家 这种王朝更迭 这个鸡飞蛋打 一波又一波 一切从头开始的 那个历史循环 不会终止 好的 非常谢谢您 好 我们今天的 教练对话节目 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儿 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 王康先生 高文谦先生 程晓龙先生 和陈破空先生的 精彩的讨论 欢迎您到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或者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就节目提出建议 我是宁昕 祝您晚安 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